一個人晚餐要價3880 86樓俯瞰出去的view真的太無敵 這裡有超超超級多的海鮮 完全是讓海鮮人欲罷不能的地方 為他而來的炙燒帝王蟹餃 這個肉 好飽滿喔 真的超超超級好吃 比較特別的有用帝王蟹熬煮的帝王蟹泡飯 沒想到吃下去有夠讚 不過沒想到想A.Joy的冰淇淋竟然是手工自製的冰淇淋 個人認為比哈根達斯好吃 而初戀戀它是香檳慕斯 然後搭配葡萄酒凍 旁邊還放上一大球的荔枝雪糯 好荔枝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是美食餐廳開箱系列 最近鼎鼎大名的響兵餐女集團 又推出了超級奢華的buffet餐廳 想A.Joy 一個人晚餐要價3880 再加一層服務費 等於差不多要4200塊 真的是沒有見過這麼高價的buffet餐廳 它位於101大樓的86樓 是一個景觀超級美的地方 7月23正式開幕 今天是第三天 一來到樓下就超級多人在排隊的 登記完成後櫃台會給你一個餐廳介紹的信封跟座位卡 很可愛的是打開信封會發現 完全看不懂了 在等電梯的過程中問了一下服務員 才稍微能理解其中的意義 大概就是分成四大區 然後有八大餐區 每一區都各有不同的特色 那我們就直接上去看看吧 哇一來到86樓 我們就會看到第一大區 三進 這一面就是純景觀拍照用的 白天可以看到超美的山群 搭配室內造型的燈飾 接著往裡面走來到座位 Yes 竟然是靠窗的座位 太幸運啦 86樓俯瞰出去的view真的太無敵 而且還剛好遇上夕陽日落的時段 真的超級漂亮 而且剛剛下完雨 有超大一片彩虹 好啦 為了這頓今天整天都沒吃 趕快帶大家去看看 這麼貴的buffet到底有什麼菜色吧 從山景往右轉後會來到 第二大區海淨 足達海鮮 日料 還有冷盤 分成蜂巢 石桃 沁坡山區 誒 說真的 有夠難記這些區域的名稱 還是記大區就好 第一區是蜂巢 這裡有超超超級多的海鮮 完全是讓海鮮人欲罷不能的地方 有限開的紫送生蠔 兩種以上的蟹類 蟹角 鮮蝦 蛤蜊 還有卵絲等等 第二區來到石桃 這一區有非常厲害的現做壽司 我真的超喜歡這一區的 除了有和牛壽司之外 還有黑鮪魚 鴨肝 松葉蟹等等這些高級食材的壽司 旁邊也有現切的生魚片 以及花壽司、臥壽司等等 而且走到最後面還有驚喜 現做手捲的部分也是超級奢華 有蟹膏干貝手捲 甜蝦海膽手捲等等 真的急推一定要點來吃吃看 冷盤這區的造型是山峰的造型 也太可愛了吧 因為我胃太小 所以只有吃了裡面非常特別的A5生和牛最終 超級特別的外皮很像是冰淇淋的餅乾 咬下去之後呢 有和牛搭配蘋果碎塊 既然是一個非常清爽的冷盤 還有生食級的伊比利火腿佐哈密瓜 上面可以加上現袍的起司 一定要試試看 接著呢就來到了第三大區圓境 分成致園和冉冉兩區 致園區呢主要就是燒烤啊 炭烤類還有酥炸類的料理 其中最厲害的肯定就是炙燒A5和牛紐約克 還有非常多人 也就是我 為他而來的炙燒帝王蟹餃 這個肉好飽滿喔 另外呢還有現烤的串燒牛小排烤樂排 雞肉玉米等等 炸物的部分呢也大概還有五六道 真的沒辦法一一介紹 就讓大家慢慢的看過去吧 燃燃區的部分主打鐵板燒料理 這裡大排長龍的肯定就是龍蝦啦 而且排龍蝦的時候 還可以順便拿超大顆的干貝跟鮑魚 難怪一進來之後 這邊就排了超長一串的人群 龍蝦的旁邊也是超吸睛的現切排餐 有樂野牛排跟黑豬梅花排 我自己呢是點牛排 推薦大家跟師傅說肥瘦各半 真的超超超超級好吃 好的哇 轉一個彎之後呢來到了最後一大區城進 分成城城練練還有漫漫金澤 城城區呢主打台灣的各式名菜 比較特別的有用帝王蟹熬煮的帝王蟹泡飯 本來是覺得看起來還好 但是因為有帝王蟹嘛我們就點了 沒想到吃下去有夠讚 很推薦大家主食的部分呢可以點這個 另外還有讓我驚艷到不行的 竟然可以搭配酥皮 真的是太誇張了 還有老母雞湯麵線 蛤蜊湯 和牛肉湯等等 那再過去一點呢 就是各類的港式餐點 像是小籠包啊 燒賣 還有蝦餃等等 接著呢來到甜點練練區啦 本來以為自助餐的冰淇淋 應該就是哈根達斯吧 結果沒想到想A.Joy的冰淇淋 竟然是手工自製的冰淇淋 吃了幾球之後呢 個人認為比哈根達斯好吃 而且又比較濃郁 可以嘗試看看 另外巧克力的部分 真的讓我嚇傻了耶 有非常多讓人聽到 會滿臉問號的口味 像是豆腐乳 香菜 油蔥酥 它是油蔥酥口味的巧克力 油蔥酥 沒有懷疑就是油蔥酥 你能想像這些口味 可以是加在巧克力裡面嗎 不過不用太害怕 其實我每個都有吃過了 不會到無法下咽 滿特別的 喜歡嘗試奇特食材的人呢 再來試試看 不然還是吃吃一般正常的 75%巧克力吧 甜點區最讓人期待的 一定就是跟法棚聯名的 初戀戀 還有跟DoubleV聯名的 蜂蜜檸檬愛玉了 初戀戀呢 它是香檳慕斯 然後搭配葡萄酒凍 吃起來超綿密的 而且不會甜膩 重點是沒有酒味 旁邊呢 還放上一大球的荔枝雪糯 好荔枝 蜂蜜檸檬愛玉呢 也是這次一起去吃的朋友 極推的甜點 他只是不小心 被我弄破了一個洞 雖然它比較酸一點 有用到蜂蜜就不會太酸 而且愛玉呢 也超級Q 整體是比較偏清爽的口感 很解膩 再看到旁邊 有101跟想A Joey的 可愛造型雞蛋糕 還有超級台灣味的 昂骨粿 不過因為我太飽了就沒有吃 如果到這裡你還有味吃的下去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好不好吃喔 最後呢 是漫漫金澤 也就是茶飲啊 調酒 還有咖啡的區域 他們分別跟冉冉茶室 Piris Pilot Plant 還有星波咖啡三大品牌聯名 有許多只有這裡才可以喝到的獨特飲品喔 愛喝酒的我呢 只好默默地走到了調酒區 點了一杯日光Mojito 其他的呢 就等大家跟我分享吧 日光Mojito呢 鳳梨跟薄荷的味道比較突出 馬卡爾氣味只有偶爾才會出現 所以不用害怕 還算是蠻不錯喝的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想A Joey的食材是真的很新鮮跟奢華 尤其是海鮮類 之前吃蜘蛛餐呢 時常會吃到螃蟹啊 蝦子的肉 是那種又冰又硬的 很不好吃 但這裡的帝王蟹是真的很厲害 尤其是炙燒過後 香氣超美味的 讓我忍不住多嗑了一盤 另外壽司內呢 我也非常喜歡 現做的每一款壽司都超級美味 只可惜呢 我的食量實在是太小了 所以這樣吃絕對是吃不回本的 估計下來我可能只有吃到 大概2000塊上下吧 所以對我這種食量小的人來說呢 4200的蜘蛛餐還是有點不划算 食材數量呢 並沒有到很多 但今天吃到的每一道 基本上都沒有採雷 邊吃邊看夜景 心情上還是蠻開心的啦 好啦 那吃的差不多了 啊 真的有夠飽 希望可以給準備要去 或者是還在觀望的觀眾們一點頭緒 下次帶大家去看看不同的餐廳吧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我們下集見 很多東西 也許只有 看 我們下集見